我国与球一哥周天成今天赛BWF年终大赛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小组赛最终战 吞下败仗 无缘晋级四强 联合报器资料照记者 曾姿如摄影 分享 我国与球一哥周天成今天赛BWF年终大赛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小组赛最终战 与世界球王丹麦好手维克托Volktra Excelsen 进行晋级关键战 双方在前两局打完战成平手的情况下 决胜局周天成开赛虽然一度领先 但最终仍是以16点21分 21点14分 15点21分通下败仗 无缘晋级四强 周天成这次总决赛前两战先与首战直落 二败给大陆选手时预期 不过第二场比赛以两个21比19 击败世界排名第四名的印度选手斯里坎 Srikan's Kick Damn Boy 保住晋级四强一线生机 不过今天小组在最终战 周天成碰上战绩同为一胜一败的世界球王维克托 比赛胜者将取得B组的第二张晋级门票 虽然周天成生涯前九次与维克托交手紧拿下一胜 但他今天在背负晋级压力下人展现十足韧性 在首局以16点21分让对手先下一城后 第二局他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局 反倒以21点14分将比赛带入决胜局 第三局开赛周天成一度取得4比2领先 不过随后维克托连拿4分逆转战局 并将领先优势拉大到6分 周天成虽然在后苦苦追赶 但最终仍以15比21让维克托带走胜利 与四强赛门票 最终仍以15比赛带走胜利